大家好,欢迎收看9月24号的新主播点新闻,我是又荣 沙老业灾难管理委员会在今天召开的会议决定 从本月25号开始,也就是明天 进一步加强在沙巴及难民的防范和广制措施 防范从沙巴及难民入境沙老业的沙老业公民 持有居留赚者以及持有入境沙老业的签证者 必须在还没有入境之前通过入境沙老业应用程式 也就是Application Enter Sarawak申请批准 同时,入境者必须接受14天的居家隔离 他们也必须在第二天和第十天进行检测 而费用由沙老业政府承担 此外,西马、沙巴和难民的公民以及外国人 如果要从沙巴或难民入境沙老业 也同样必须通过入境沙老业应用程式申请批准 他们在入境前必须持有3天有效期的检测报告 并只限于在沙老业都留5天 即必须展示回程的机票 另一方面,从沙巴及难民平密网绑沙老业的所有公民和外国人 包括处理重要事物的人 必须向县公署的灾难管理委员会申请特别准证 他们必须每14天进行冠病检测 检测报告的有效期为14天 同时,所有公民和外国人从沙巴及难民转机来沙老业 也必须通过入境沙老业应用程式申请批准 所有的转机者如果没有离开沙老业机场 则无需附上检测报告 换个焦点 国防部高级部长达多斯里·伊斯迈·沙比里说 从今天开始 所有从国际入境处进入我国的非公民 必须自行承担4700令吉的全额隔离费用 他说,政府在之前的决定是 所有入境大马的人必须自行负担隔离费 最初只是向非公民的传言收取而已 然而,从今天开始 所有入境我国的外国人必须负担全额的费用 而大马公民只需要支付2100令吉的住宿费而已 伊斯迈·沙比里今天发文告说 政府已经决定维持给予大马公民的隔离费补贴 所以入境的我国公民只需要支付之前实施的2100令吉住宿费 而2600令吉的其他成本则由政府承担 至于同一间房的第二和第三个人 住宿费用是700令吉 6岁以下的儿童则免费 最后公正党主席达多斯里安华的变天行动到底是不是狼来了呢 公正党东马区国会议员今天接获指示 飞往吉隆坡做好一切的准备 公正党在沙老夜和沙巴各有两名国会议员 也是公正党沙老夜领委会主席的如楼区国会议员孙伟轩 人已经在吉隆坡了 而梅里区国会议员张友勋今天上午也接到指示 下午飞往吉隆坡做好万全的准备 同时沙老夜图报当妇女主主席达多斯里法蒂玛 也谴责安华 昨天的举动让已经处于艰困处境的人民和企业更加的不安 因此他提醒安华应该以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重 而不是过度迷恋于征担首相 沙老夜图报党宣传主任达多伊德里安更以安华是制造娱乐新闻来讥讽他 并形容安华的新闻比沙巴选情更加劲爆及有趣 在昨天 房间也流传消息指沙老夜全民团结展的两名国会议员支持安华变天 不过该党今天没有对此做出回应 而是发文告表明会继续支持西门 以上就是今天的重点新闻 祝大家平安喜乐 我们再会 我们再会